一年一度的台湾影坛盛世 第23届台北电影奖 在10月9号晚圆满落幕 由李烈监制 陈玉勋指导的爱情喜剧片 《消失的情人节》 永夺四奖成为大赢家 而男主角方面就由邱泽 凭电影《当男人恋爱时》 击败张震和吴康人等一众劲敌 也是他继2018年后第二度称帝 邱泽在台上发表得奖感言时 还不必嫌感谢拍档兼绯闻女友徐伟宁 更称对方为《我的女主角》 不知道这个称呼 是不是有更深一层的意思呢 我刚刚是感谢所有 电影里面对戏的演员 刚刚得奖之后 剧主委令他有跟你说恭喜 或是有跟你讲什么话吗 有啊 他有跟我说恭喜 还有说什么吗 有多奖 你有没有安慰他没有得到影后 我们都还蛮平常心的 我们剧组都是 我之前就是一直这么觉得 奖项其实很像是 辛苦拍摄电影的礼物 因为我们该做的 在拍摄的时间已经很认真的 很完整地把它做完了 所以就是一个等待礼物的心情 而女主角方面 今年竞争也异常激烈 评审团意见更一度出现僵持 最后由杨靖 在电影《爱沙》中的突破演出 成功出现 我觉得很多时候 演员的另外一半是 我觉得真是这世界上 非常辛苦的生物 因为你看我 我们可以接受自己的另外一半 跟别人拍这么大尺度的事情吗 我们自己都不可以 可是他们其实被迫的要接受 所以我也很幸运 我的另外一半 他是完全的 没有毫无怨言的 就是支持我 今年演艺事业起飞的刘冠婷 出道近五年 金中奖金马奖都已经成功到手 这次更凭着两部电影 同时入围最佳男配角 最后以电影鬼扯夺奖 这次上台他终于没那么紧张 记得感谢拍拖12年的女友孙可芳 有记得啊 这次就 第一二次上台比较紧张 虽然这次上台还是很紧张 所以我刚才在台上 一直在想说 我是不是 还有谁没有谢到这样 有没有预计累积几座 就直接求婚这样 累积 得奖真的是运气啊 就是 对啊 大家多谢大家的尘埃这样 同样以电影鬼扯夺得这家女配角的 白白 出道以来一直都是走谐心路线 这次可以凭喜剧得奖 绝对是她演艺事业的一大肯定 喜剧女演员这条路 确实是走着蛮崎岖的 然后有的时候不太确定自己这么坚持 喜欢做这件事所付出的努力是不是足够的 然后台北电影奖把这个奖送给了我 我觉得她能够支持着我继续努力一直往前进 我想要让这个世界知道美 有很多种 我就是其中一种 而本届最佳新演员奖就由陈炎飞从颁奖嘉宾柯震东及林哲熙手上接过讲座 柯震东更以过来人身份在台上和一众新演员分享 自嘲吼的发言更引来台下一片笑声 其实我想要给在台下这些新演员一些经验谈了 就是因为小弟我有拿过最佳新演员奖 就是如果拿到最佳新演员奖 我觉得不要就是千万不要觉得自己很棒 然后也不要有大头症 不然我觉得会非常非常有可能会跌很大很大一跤 对所以就希望你们都要保持你们原本拍戏的 哇笑那么慢 要保持你们当初拍戏的初衷 然后用全力拍好接下来的每一部作品 听了柯震东哥说的那方话我觉得非常有道理 我也觉得我自己应该要就是继续努力继续向前 因为毕竟我现在只是做好我应该做的本分 因为疫情关系台湾影业大受打击 一般电影人都少了很多工作机会收入大减 就连去年金马奖都不设奖金 找到陈玉勋导演就算凭电影销售的情人街得奖 他也说有点失落 因为去年金马奖没有奖金 我得了编剧跟板奖两项 觉得很失落 悲伤了八个月 然后又没有工作 所以一直每天想说如果有那笔奖金 我应该日子好过一点 然后来北影的时候 我本来也没有预期我要得奖或什么 在入围酒会的时候 不小心听到我们的义主席在讲说好像有奖金 我当场眼神一亮 哇 本来不在意的东西变得有点在意了这样子 除了一众得奖者之外 本届颁奖里也吸引不少艺人到场支持 包括有份入围最佳男主角的张震 吴康仁和马志祥 失落影后奖项但嫌弃逼人的徐伟宁 谢欣盈 李佩宇 有份入围敬主奖项的钟欣灵 爱宜良 纳豆 以及重颁奖嘉宾陈柏林 夏宇乔 简曼书 王博杰 凤小月 邵雨薇 李淳 王静 郭书瑶以及Ella 陈佳华等令现场星光异役